董岳飞出身于满洲乡黄旗 他因眉毛与聪慧而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 尽管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他仅为顺治皇帝生下一子 这位皇子在历史上被称为长公主夫婿 他的母亲董岳飞的地位和影响力 使得他在清朝政治舞台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除了董岳飞 顺治皇帝的其他孩子分别出自其他妃嫔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孝庄文皇后所生的康熙皇帝 孝庄文皇后在顺治皇帝驾崩后 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他扶持年幼的康熙皇帝登基 并协助他处理朝政 为清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顺治皇帝的其他子嗣 虽然没有像康熙皇帝那样崛起至皇位 但他们在清朝政治 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